这两天出门 北部地区民众一定要记得带好雨聚了 因为受到彩云台风北上外围环流 加上封面难以的影响 中央气象局预告第二道美雨封面经过 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容易出现短时层降雨 并且有普遍性的大雨或好雨 气象局针对中南部县市发布大豪大雨特报 而气象局的局长证明点也从卫星凝图当中看出 这种强对流包通常移动比较缓慢 所以降雨会持续性偏高 突来大雨地面瞬间全湿甚至激起小水洼 台风外围环流加上封面影响 中央气象局预告将有第二道美雨封面 今天到下周一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 因此在台湾附近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 五号中午过后全台游雨中南部尤其明显 气象局也针对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发布豪雨特报 嘉义市彰化南投云林台东也得留意大雨 透过气象回波图更能看出短泥 北部沿海和东部外海对流相对旺盛 就连气象局局长郑明典也在脸书指出 这是常见的梅雨雨行 上方的墙对流包造成神秘期拉长 移动缓慢降雨持续性高 特别南部山区可能都会有将近大豪雨等级的雨量 全台上午10雨量前三名都集中在屏东县 包括琉球雨家木和石门 尽管有望替中南部疏解汉象 但也得留意突来的墙降雨 避免造成严重灾顺 记者综合报道